单昧于综艺市场 银宗向来是必争之地 所谓五一月不夏天 2023年的这个夏天 银宗市场也卷出了新高度 各大平台你追我赶 都不想落了下风 芒果展现强劲的势头 生生不惜宝岛记打头阵 浪姐四引爆话题 批歌三叙事呆发 浙江卫视王牌银宗中国号声音 2023改版后首播上线 依旧领跑话题和收视 裤长有备而来 连推剧好听的歌 新电影联盟两档全新银宗 淘场银宗乐队的夏天三 已在紧锣密鼓录制当中 作为银宗领域的先行者 额场一直走在创新的前沿 创系列 明日之子系列 以及来看我们的演唱会等节目 都有着不错的热度和口碑 在今年夏天的这场银宗PK战中 额场也拿出了杀手锏 7月29日 额场出品的新舞台试炼场 综艺舞台2023正式迎来首播 节目邀请了节目 邀请了26组年轻的歌手 为他们设计了一场 以舞台为场景的生存实验 舞台2023可以说是为播鲜火 等身是额场的S家级综艺 嘉宾阵容公布后更是拉满了期待值 事实证明 额场这一次也没辜负大家的期待 首期节目播出后好评不断 两个多小时的内容干货满满 可以用友好 有趣 惊喜三个关键词来概括 节目赛制模式新鲜有趣 导师团对观众友好 诀人整体表现突出 一众黑马选手扎堆出现 带动了节目话题出圈 不出意外的是 舞台2023将是2023年 殷宗领域的一匹黑马 第一个关键词是友好 舞台2023的制作团队足够强大 马浩担任监制 坚荒井十一担任音乐总监 这也直接保证了节目整体的品质输出 舞台2023的导师阵容足够友好 王嘉尔担任创意总监 朴载范担任国际舞台推荐人 周深 Ella 黄启山担任舞台推荐人 林毅卓担任特邀舞台推荐人 整个嘉宾阵容非常强大 王嘉尔 朴载范等人打开了节目的国际视野 周深 Ella 黄启山都是音宗节目的座上宾 更符合主流审美 Ella的控场能力一流 周深抛梗和接梗的能力也非常优秀 而黄启山的真性情 也让节目有一种扑面而来的亲切感 整个导师阵容搭配藏着巧思 满足各个年龄层面观众的喜好 有这些嘉宾称场面 大大提升了这档音宗节目的观看友好度 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有趣 舞台2023节目最大的特点就是新鲜 有趣 不按常理出牌 这也是俄场综艺节目惯有的风格和标签 26组选手各有特色 他们中有人至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舞台 有人不做音乐就可以回去继承家产 也有曾在选秀节目中拿到出道位 大家的起点不一样 舞台经验不一样 风格也不同 逐两项舞台 节目组开启 雇佣者胆小鬼挑战者冒险者 平凡者五个生存模式 选手们根据个人特色选择赛道 比如胆小鬼模式 可以拥有两次舞台表演的机会 冒险者模式则能获得免死金牌 不同的玩法产生不同的实力值 比赛结果的悬念也大大增强 首期节目是内测舞台排位赛 没有观众 道具 伴舞 全靠选手的实力撑起舞台 四位舞台推荐人对表演进行打分 每位舞台推荐人最多只有110例值 通过多场排位赛的激烈争夺 舞台2023最终会选出五位优胜者 舞台瞬息万变 危险与机会并存 整体的观感非常刺激 第三个关键词就是惊喜 一荡音综节目能否出圈 舞台是最关键的要素 节目挑选的选手是否有特质 也决定了节目的上限 从舞台2023首期节目 呈现的14个舞台来看 节目组确实挖到了很多宝藏歌手 包括张玉子 吴瑶涛 Liley WONDERFRAME等在内的一众黑马选手 带给观众满满的惊喜 也让大家对后续节目有了更多的期待 内测舞台中 选手李天泽第一个冲上舞台 他选择的是孤勇者生存模式 表演了本季的第一个舞台体面 这位选手本来是一位成功的老板了 却阴差阳错地登上舞台 自信有态度 高音 台风 吉他solo完全拿捏住观众 给选手开了个好头 最终拿下314分 徐若乔是《名誉之子水晶时代》的优秀学员 带来的歌曲是每个眼神都只深荒野 独特的嗓音很迷人 演唱收放自如 舞台表现力十足完 完全沉浸在舞台之中 独具风格的表演代入感非常强 最后拿下329分 黄玉博因为电视剧《星际》 金灵兰多多被大家熟知 也算是曾经大伙的童星 多年来他也一直在做音乐 此次回归舞台 他带来歌曲皮囊 看得出来 整个舞台设计感十足 更像是一幕音乐剧 黄玉博在台上也自信从容 踢麦动作更是乍翻全场 不过黄启山只打出了70分 在他看来 黄玉博更像是个愣头青 炫技过于浮躁 没有自己的想法 来自《孤勇者生存模式》的张玉子 一席白衣闪亮登场 人歌合一的唱跳表演惊艳众人 舞台推荐人艾赖 称赞他是天生表演者 四位推荐人都给出了超过90分的分数 他最后直接获得比满分400分还高的成绩 在出场的14组选手中排名第一 舞台2023邀请不少海外优秀的学员 而从舞台呈现来看 这些外国学员也确实让舞台有了更多的看点 来自泰国的WONDERFRAME和来自越南的Liley 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两人也都拿到了理想的分数 WONDERFRAME是典型的甜酷辣妹 一首英泰语混合的rap秀 直接点燃全场的热情 稳定的气息 超有腔调的flow 超自信的台风 完全就是舞台上的主角 Liley甜美动人 舞台上化身纯白茉莉花 举手头组间含糖量十足 相信很多观众都被他的WINK所击中 内测舞台中 浦宇和吴瑶涛虽然都选择了平凡者生存模式 但是他们的舞台表演并不平凡 甚至可以用经验来形容 他们的原创作品也打动了无数人 浦宇携原创歌曲千叶成经验亮相 舞台瞬间变成了Live现场 娓娓道来 直击人心 黄岐山打出了99分的高分 吴瑶涛则用一首原创 《木野荒原》打动所有的舞台推荐人 歌曲讲述了爷爷的人生经历 倒出时间流逝的残酷 真挚的情感和细腻的歌词都非常抓人 周深直接给出了100分的成绩 扩别舞台许久的孟美琪终于回来了 至于为什么来这个节目 孟美琪的回答也很真诚 是回来面对的 她清楚自己来这个节目要面对什么 面对采访 孟美琪也大方承认 相较于四年前 自己的状态从自信到慢慢自卑 发觉对不起所热爱的东西 希望在舞台上重塑自己 找回丢失的自己 孟美琪挑战自我 并没有带来自己擅长的唱跳表演 而是选择演唱歌曲《归途有风》 她赤脚上台表演 很想把舞台表现得更完美 但这并不是她最理想的舞台状态 对于这个表演 孟美琪自己也并不满意 她直言这个舞台算得上是自己职业生涯里排名倒数的舞台 最终只拿到373.7分 在出场的学员中排名第六 看得出来 孟美琪身上有太多的思想包袱 在舞台上的杂念也太多 对于她来说 回归的这一步走的确实不容易 但是既然已经迈开了 相信没有什么会阻挡住她 期待孟美琪接下来能够逆风翻盘 对于舞台2023首期内容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对于这个事实在讲完美了 对于这一步真正面前的舞台 因为有什么要说的 这一步的文章 对于是这一步的文章